鹿谷开山庙13600斤米神龟还愿 香火鼎盛的蓝头县鹿谷香永农村开山庙 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举办开山圣王圣诞千秋 庆典已成为地方的一大盛事 而为庆祝开山王宫圣诞千秋 今年由信氏庄玉淳奉献一座13600斤的大米神龟还愿 现场并有外地信众还愿泄沉演戏数天相当热闹 这个庆山庙所来的纪念就是我们这些开山姓王 这个开山姓王就是在青雕百姬 一个先贤来我们的地方断了一片的人数来开困 但是这个先贤因为历史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 我们曾来的人要来感觉我们这位先贤对我们地方的贡献 要去历史记载来给风景 每年都用这个二月车子做它的生日 每年如果二月车子这两天 我们都会去行这个庆典华董 来跟记载我们开山王宫圣诞 它的身为现实 来保护我们全民 保护我们风雕乌孙国台民安 每年我们地方配合这个庆典 有作戏 也会设这个平安鱼 美粉给大家吃平安 这个因为它的身为很幸福 所以来要求必定 如果来求的人 都会有他的愿望 都会来打赏来作戏 所以像今天一样 就有十一边的保护来来打赏 要应该有三边的庆典华董 这就是我们这些鲜南心理 因为要感谢我们的贤献公 来保护贪 平安顺势 这是我们每年来记念我们贤献公生日的主要原因 记念我们贤献公生日 这是我们地方的一段 算是一大大事 所以专政的人都很严格来参加 来求我们这里有发财金 有黄金骨 有金针骨 手头 米粉菇 这个准米菇 都有整个这些借品 来给这些信徒来求 民国下七年 我们本身的船长 叫李鹏熙 他为了感谢 我们跟他说 对他们保败 所以他做这些骨 那时候的大量是两千两百斤 八千年是两千两百斤 如果求到的人都会有很多发电 所以属龙工厢 不管什么人 如果求到这些大骨 都会有很多发电 很平安很顺势 所以要求的人 真的很拥抑 经贵从八十七年开始 到九年 这些骨已经成长到 一万两千两百十二斤 去年呢 成长到一万三千六百斤 祈求大米菇活动在 农历二月初二日 接受各方信徒大德 祈求大神龜 持脚登记 欢迎各界信众参加 今天来登记的人 也很少 要继续这些大骨 这些骨 从今天开始 八点开始 到马仔会有两点 两点半一只 要让大家来登记 马仔会有三点 要让大家公开拨杯 所有的人 就是大神龜的地主 可以把这些骨 可以到八点去抬 来到星天 来到台 本来大家信众来吃平安 那些神秘的特责 在这些 神秘的特责 无论 有没有 才是摟 没腿 好 ibile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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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大米粿还愿活动相当兴盛 规模一年比一年胜大 今年米糕粿更是打破纪录 高达13600斤 相当惊人 远然已经成为台湾极具特色的地方宗教文化 每年开三庙的圣会吸引许多善男逊女参拜还愿 我们做小孩的时代 他就很平衡就对了 以前在那个 差不多冰国 不知道四十万年的时候 我们做小孩的时代 我们做小孩的时代 他就插了很多 插了很多 他就 也有人把人家偷勾骨 他就有啦 他就说头领骨 叉子要在开三庙的经过 都不能过 他很平衡就对了 叉子都领得到 因为这些行为很旺盛 我手领这些金骨 已经对我六年了 出来大家都很平安 很顺势 所以说他今年一百康一年 就是开三庙的生日 我这些金骨 我抓住它行 行 我就是要再给丘鞋回来 有要再给丘鞋 我们就要把丘鞋背 他如果有完 我们就这些骨 再给丘鞋回来 保我们家来 家来 平安顺势 大贪钱这样 这贪钱龙是很灵性的 因为是怎么说 他有写一个门冠下轎 门冠下买 所以说在这些经过的人 都要来这里跟他寻思 实在行为是很旺盛 在我这 我已经今年六十几岁了 以我所了解 就是很旺盛 因为我是这里的女儿 所以我嫁去逃亡 全家人都下来吗 没有 只有我们两个夫妻一回来 小孩子要上班 我是英俊人 我嫁去逃亡 因为我今年有回来训练 但是有时间 所以我今天回来 丘鞋开轩说拜拜 训练 记者许正泽 入股采访报导 我现在已经成为简单了 我先去交里地 都先得 time 我也有一点 我先来请五十几岁了 然后就能够